AM730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其实一些新闻 或者它的新闻背后有什么微言大意 可以给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分析一下 还有对于自身究竟有什么影响 我想这两天没什么新闻 就认为抢口罩这一件事 我想很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些问题 其实香港本身是没有什么口罩的生产和供应 主要是靠政府、乘教署等 香港有七百多万人 就算当你工作人口加上班上学 三四百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一天要换一个口罩 即是要两个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七至八百万的口罩供应 其实是不足以供应给香港的市民 政府的口罩处备有很多说法 其实四千多万、五千万个 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本算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基本上 就算政府全部拿出自己的口罩 其实也不是很久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与其市民在街上 又想着要买到口罩才能够感到心安 其实就不如少点出街 因为如果疫情是长的话 我估计在全球都抢口罩的情况下 没什么可能就满足到市民的需要 如果疫情一旦去到两三个月 所以反而就是自我隔离 或者少点出街 不要去太多人烟囚的地方 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 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因为就算你买到这个月的口罩的话 你买到这个月 譬如成家人都每人可以一天换一次 那我不觉得可能 就是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 仍然这么容易买到口罩 就算你说很多口罩的外地的厂商 他们加工也好 或者他们加班也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说 其实这个疫情的主要发展的地方 是在中国内地 在国家有难的情况下 其实不要说14级人全部都要戴口罩 就算只有一些疫情比较紧急的区域 其实他们一天需要以一亿计的口罩 不要说两三亿 以一亿计的口罩 其实都已经不容易掉到的了 况且制造口罩的一些物料 这些资源 其实是无限量的供应 这些是口罩厂 这也是另一个很盛的疑问的地方 好了,讲完口罩了 其实我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要去抢口罩 或者很不心安的话 我觉得不如减少出家的数据 可能更加实际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看到一段新闻 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以后保险总何仲平 他昨天有提过 对于公立医院的一些官员行动 他个人很大堡垂 就觉得应该看一看 政府的局部封关措施的程度 才去再作决定 不过今天他又出来说了私家医生 他说很多私家医生跟他呼吁 就是跟他说 没有什么口罩 只有一两个星期全火 甚至乎需要停业 他就跟政府反映了情况 觉得不够长期停业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政府提供一个口罩的供应 给一些私家医生 我觉得其实这段新闻 和刚才我说的新闻 虽然好像都是两件事 但其实你也可以看看 如果何医生有了解公立医院医生的诉求 其实公立医院医生的诉求 都是觉得如果不封关的话就有比较大风险 因为有很多内地的人 他们担心他们会来到香港求医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公立医院他们觉得是不足够医疗物资的供应 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担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私家和公立医院的医生 都同时是担心医疗资源上的不足 但是何医生是医学会的会长 他好像对于公立医院医生的担心 和私家医院的担心 就有两套看法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想很多是这些可以说是在不同界别里面的精英 其实经常都会犯些错误 就是昨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他就真的很明显地是今天的他 港私家医生就打倒了昨日的他了 估论我们不去说封关 或者公立医院医护人员 他们的要求封关 或者他们会有一些示威行动 或者一些罢工行动 你责不责成也好 估论你责不责成 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用同一把尺 去量度一些性质相当近似的事情呢? 然后就出来发表意见的时候 也应该是拿着同一个的标准和论点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想一想 如果经常都被人觉得是偏在一边 或者意见不是很中肯的话 这个我觉得就长远来说 只会令到相关的这些专业团体的形象 都是有受损的 好了,那最后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精口罩的蔣麗芸议员 就问这个王家庆 那王家庆究竟是什么人呢? 王家庆本身其实就是这个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总家 就是问他这个精口罩 究竟行不行? 王家庆就说 以他所知是没有这件事的 当然,王家庆以一个专业的医生的逻辑来说 他当然觉得蔣麗芸的问题 以他所知没有这件事 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他觉得蔣麗芸的问题 根本上是相当之无谓 无聊、琐碎 甚至乎觉得这件事 也没有什么科学逻辑 所以他就这样回答了 但是,其实我想说一下 其实蔣麗芸问这个问题 虽然,当然很多人都可能觉得 没有什么科学上的基础之下 如果问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那些逻辑 如果那些口罩是蒸过或者煮过的话 那你怎样用呢? 是不是真的曬干了? 如果那些纤维本身是完毫无损 是可以继续防止飞没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人来说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 政府官员他们在很多时候 他们其实就算 那个民意代表他问问题 比较毛尼拉萨也好 那你回答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从一个 市民的同理心里面去看一看呢? 其实现在政府的官员 他们一字排开 全部都是用这个 呈教署给他们的口罩 但是那些市民 他们每次都要在各区 都在排队去抢这些口罩 那他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如果他们不是有这些口罩 不是有官家的口罩的话 他们是否都可能 在网上看一下 大家看看 都可能会疑惑 其实出现蔣麗芸 同一个问题呢? 当然啦 我亦都想就是说 在现有的情况来说 其实政府真的应该尽快去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澳门那方面 外面有买口罩的安排 政府 新加坡也有派口罩的举措 在这些情况下 如果香港政府仍然每天 就是由商经局的邱藤华局长 至到卫福局的陈兆史局长 都是不断地说我们在跟外面谈 或者我们在想如何增加公益 但是没有实质的成果的话 其实香港市民会想就是 为什么 其他地方 有一些的措施 去辩民 而我们就没有呢? 我觉得这个才是感刺整个 为什么香港市民在这个 可以说是 不分南望的情况下 都对政府有这么多的怨气 这么多的 一些开心的地方 因为确实 香港是一个这么先进的社会 我们真的不应该落得如私的田地 那么多老弱者 他们都需要周围去 去排队找口罩 再者就是说 其实我也想说一说 现有这一刻 其实最需要的口罩 除了就是医护、海关 或者入境处的人员之外 其实一些在私营机构工作的 基层的朋友的同事 例如清洁、保安、物业管理 一些电梯维修、倒垃圾、清洁等等 其实这些工序 都是很需要口罩开工的 但是这些公司 他们究竟又有没有向他们员工提供口罩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本身在做一些厌务性的工作 需要面对这么多的一些所谓废物的处理 分类、甚至日常 和很多不同的人士接触的物业管理工作 等等等等 究竟他们如果没有口罩 会不会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呢? 我想这些问题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我希望政府在这些方面想多一点 因为如果只是政府内部的同事 英国的同事没有受感染 但最后如果一些基层的朋友受感染 其实情况也可能一样 会出现社区爆发 到最后其实香港也是输的 今天跟大家暂时聊到这里 晚点如果有新消息 我们会再上载新闻片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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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